回乡下,某月某日情 塔拉塔拉,一离开宽阔的公路 轮胎就高兴的 和石子跳起舞来 小路,把风景分开两边 叫人不知 看哪一边才好 隆隆隆的,车子把瀑布闹醒 哗啦啦的,替石头洗澡 迎面一对对树木 急急的改路,匆匆忙忙的 打个招呼,就走了 外婆家的留桂树 最懂得我的心,哪儿都不去 一早就在家门口 陪着外婆等我 这篇文章描写了什么 这篇文章描写了作者回乡下的路途和所见所闻 包括从公路到小路 瀑布 树木和外婆家的留桂树等 作者在回乡的路上感受到了哪些情绪 从文章的语气和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愉悦和兴奋 如轮胎就高兴地和石子跳起舞来 外婆家的留桂树最懂得我的心 等等 小路 把风景分开两边中的两边指的是什么 两边指的是小路两旁的景色 文章中哪些事物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章中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有 小路 瀑布 树木 外婆家的留桂树等 作者最后提到外婆家的留桂树 这是为什么 作者最后提到外婆家的留桂树是为了突出这棵树对作者来说的特殊意义 她一直在家门口等待着作者的归来 给作者带来了安慰和温暖 这篇文章描述了作者回到乡下的旅途中所见所闻 包括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亲情之间的感情交流 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家乡的美好和回归的重要性 鱼米之乡是庚庄 吉隆坡一路北上 来到鱼米之乡是庚庄 我们都欢呼 真是一个好地方 你看 一边是稻田 一边是渔村 多么特别 我们先右拐 去看稻田 那大片大片金黄色的稻田 与蓝天白云连成一幅鲜利的画 我们在这大自然的画里流影 成为画中的一部分 夕阳西下 我们转入渔村 渔船三三两两的从海上回来 工人忙着为鱼虾称重 分门别类 到处都是叫喊声 好不热闹 每个人都忙得汗如雨下 但是脸上还是露出笑容 在这里 处处可以感受到村民风衣足食的快乐 是庚庄真是鱼米之乡啊 忠心思想 是庚庄是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地方 有着金黄色的稻田和热闹的渔村 村民生活风足快乐 是庚庄有哪些特别之处 答 是庚庄是鱼米之乡 一边是稻田 一边是渔村 这事是庚庄的特别之处 在稻田中 作者们做了什么 答 作者们在稻田中流影 成为了大自然的话中的一部分 在渔村中 有哪些情景 答 在渔村中 有渔船从海上回来 工人忙着为鱼虾称重 分门别类 处处都是叫喊声 每个人都忙得汗如雨下 但脸上还是露出笑容 是庚庄的村民是否丰衣足食 为什么 答 是的 是庚庄的村民丰衣足食 因为是庚庄是鱼米之乡 这里既有稻田 又有渔村 村民们可以靠耕种和捕鱼 来获得充足的食物 是庚庄 给作者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答 是庚庄给作者们留下了一个好地方的印象 这里是鱼米之乡 稻田和渔村让这里充满了特别的气息 是庄庄的村民丰衣足 是庄庄的村民丰衣足